大家好,现在我们是到了灰催山林博物馆 这是万福布景区周边的一个小景点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小楼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个庙 但是又不像庙的 没有菩萨,只有一堆草 然后后面有一个佛像 这是珍贵文物 是一个石碑 石碑 然后上面有一些石碑 上面的人物很生动的那种感觉 这个院子里面还有一些 好像是一个龙 然后这个字不是太认识的 院子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石灯 这边是也有一个 像石雕一样的东西 这院子里面很多这种石灯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然后在这边也能看到万福福的古景 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这种感觉 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看有一些什么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文物之类的 似乎这些石雕 石像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历史非常久远的那种感觉 看个这个石雕上面很多佛像 然后这个下面是像一个龟一样的东西 背着这一块大石碑 好像这种是有一种一种什么故事的 但是我忘记了这种是属于什么故事 这个地方还是特别凉爽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 门是不是关掉了呀 不知道前面门是不是关掉了 看着石雕很生动的感觉 看着石雕很生动的感觉 这是博物馆吗 好像门关上的 不像 不像是博物馆 对 这里在哪 你别跟我说这些墙上石头呀 对呀就是看这些东西的呀 看看这些历史 这个门前是一个石狮子一样的东西 你们会发现这种东西 看起来地是很久远的那种感觉 上面是一个叫半仙居 这是石台街很陡峭 都有一点安全 这全部都是石头 石条这种东西 搭的搭起来的 好陡啊 对 小心点注意安全 这是别墅啊 这像是一个山庄的感觉 很幽静的感觉 这门口这两个 狮子 不像是狮子 这上面也有很多这种 石雕 这上面有两个字 好像是安因园 两个字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个门是锁住的 里面好像是一个情愿的形式 这地方蛮幽静的感觉 这边有一些竹林 应该是个度假的 这上面应该是度假的客房之里的 但是这边都锁了门的 应该平时这边生意不是太好 都锁了门 好像没有营业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 这个门楼上面这种感觉就是 灰派建筑的一种 代表性的那种 建筑 我们这边叫做门楼子 看到这个上面这个窗户 很旧 虽然很旧 但是看起来就像是 看起来一看就是 比较久远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都比较喜欢看这种 很古老 很这种很成就的一些东西 这里应该是开发着做客房用的吧 但是因为可能生意不好 现在没有营业 有很多细节 可以看得出 像是 这些东西的 在这些石墩子上面 就能看得出真正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和现在有一些景区 比方说 有些景区后来重新修建的那种感觉 就是完全两样的 它从细节可以看得出 是这种历史遗留下的一些产品 比方说看看这个石谷 它这个石谷的话 它就有岁月清湿的这种痕迹 它这种是这种痕迹 如果说后来就是说修建的话 新修的话 它是没有很难做到这种感觉的 包括这些很多细节的一些 这种雕刻之内的 都能看得出历史久远的痕迹 上面是一个圣旨 是一个大夫的宅子 它这个上面 这种雕刻人物雕刻很生动的 看一看 这个墙上的雕刻应该很难吧 它这种是雕刻好呢 然后在一块一块的雕刻好 然后在建的时候把它这种镶嵌在那个墙上的 这个门口的话有一些动物的这种石雕 珍惜文物性质盘盘 这好像是麒麟也不认识 在这个宅子这里直接就能看到这个湖面 这里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休闲场所 里面很多快艇 这个路全都是石条铺的 而且这个石条的话一看就是经过那种人工的 然后经历了一些风吹日晒的那种感觉 这里还有一条石台阶上去的 但是这边好像没有人盆人上去 上面已经有点长石掉了 那种我们从这个大路现在往前走 这个地方真的很幽静的感觉 这个上面好像还有房子 这是一条石台阶 但是好像很久没人走过 已经被这种野草长石掉了 我们先从这边的这个大路走过去 看看能不能上得上去那边 如果这边不通那上面 我等会再从这条路上去看一看 探索一下 其实这种越是这种成就的东西 越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看惯了太多的人造景点 这种成就的一些原始的东西 就显得特别那种珍贵的那种感觉 从这里可以上去的 我去看看啊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平台 平台的话这里有几面墙的 单独的只有几面墙 这里有一个像石塔一样的东西 可能这几面墙的话应该 感觉也是历史遗留下的产物 看一下这个石塔 这个上面有一些雕塑 好像是一些神像 但是表情是比较心悍的那种 上面还有一些文字 看看这里已经长了很多草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边的话 人气不是很足 所以有一些历史的文物 可能就是说更原始的保留在现在一个状态 如果说商业化太严重 可能就是也可能和其他景点的地区一些 历史文物一样已经翻修的面目全非的那种感觉 看我的女人在前面等我 这个路边上 遗留了很多这种石灯子这种感觉 这些肯定都是之前遗留下来的 这个路两片的草长得很深的 可以看得出来 平时就是说 应该过来的人不多 这上面是一个平台 好像有一个房子 灌了很多这种白色的布 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刚刚问的那些白布是酒店客房里面用的一些床单被套之类的 现在我们继续往上面走 前面好像有很多石塔 继续往前面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搭了一个铁架子 真的不知道是干什么东西的 这个像个梯子 但是 没接近比人还够 不清楚这是干什么 上面那两个板的话 有点像那个跳水的跳板 但是这里也没有水 搞不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 看一下这边这个石塔特别多 石塔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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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做啥用的 上面还有个房子 好像还有人住它 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好像还有一栋房子 到前面看一下 这前面好像已经到了终点了 这个房子也锁住了 看得出这个建筑 从建筑的外围还是可以看得出 像这个建筑里面空间是很大的 但是现在这个建筑就是说都锁了门在 也不对外开放 其实我很想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建筑情况 但现在根本看不到 其实蛮可惜的 很想看一下 其实在外面 苏式的那种园林景观看得太多了 像这种灰式的园林景观还真的 没怎么看过 是后面的一个屋檐的这种情况 但里面好像 草长的树枝长得太深了 进去也不太方便 进去也不太方便 只能从这个窗户上面 但是里面感觉还是现代化感觉蛮重 可能又重新修建的吧 在外面都是看着那种历史感蛮强的 在外面都是看着那种历史感蛮强的 看一下这个地方是竹子 这里有很多竹子 这上面还有个房子 进不去就太可惜了 可以看得出这种建筑很契培 本来是准备从这地方下去的 但这地方似乎长石掉了 没办法下去 这个草层里面是一个石灯 这个人被一个蛇皮给吓死了 蛇皮 蛇皮 没事的 这地方遗留了太多的这种石灯 每个石灯都是无价直播 没人买啊 这是国家的 不卖的 现在我们往下走 看看下面还没有什么好玩的 这个瓶子上面的油漆已经脱落了 这个瓶子离这个山体很近 你记得这个山体建的 上面还有个铁子 这叫天井大院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个地方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过来的 这种人就是特别近的那种感觉 特别近 然后历史运维很重的那种 这个下面还有好像还有什么景点 我再下去看看 贵州文物 这个好像是一个 古代的那种 园林路灯的那种感觉 我猜测应该是一个古代的那种路灯 那种感觉 那边还有一个 这样子的 它中间应该是放上一盏灯什么东西的 正好照亮什么那种感觉 那里有河巴 有稍微 云里出败 谢谢大家